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这一到春夏换季,晚上也太容易睡不好了 因为从春分到立夏,除了雨水变多 湿气比较重以外,随着温度的上升 还特容易照热不安 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出现 晚上睡不着,入睡困难 或者夜间早醒等睡眠质量下降的情况 躺在床上心慌燥热 脑子里总是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难以入睡,要么睡得很浅,有点动静就醒了 醒了之后就再也很难睡着 一些原本睡眠不好的中老年人就更严重了 辗转反侧,挣扎着想着入睡 越想着越睡不着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脑子也是梦梦的疼 记性也越来越差 长期睡不着的感觉就像一把无心的轮刀子 扎在胸口,不分昼夜隐隐作痛 十分折磨人 邻居王阿姨也是有睡眠问题 明明晚上九点半就关灯睡觉了 但是大脑就很清醒 被子左盖不是,右盖不是 枕头患了一个又一个 每天晚上都倒疼来 打着哈欠也睡不着 他这种痛苦只有失眠过的人才能体会 睡不着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 内心对此也充满恐惧 甚至害怕因为睡不好而患上各种病 邻居的孩子看到这么痛苦 想了不少办法 用香圈安眠整钱花了不少 但是他睡不着还是睡不着 愿邻居的孩子请教一位相熟的老中医 老中医告诉他用酸澡能搭配这几物 连续喝上一个星期 否则如此 他喝了一个星期 终于不失眠了 今天就把这个食疗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20克酸澡能 酸澡能是传统中药材之一 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 酸澡能药性平和胃肝 主要是露心肝脂精 具有养心易肝 宁心安神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 酸澡能具有养心易肝 安神的功效 对于血须心界 失眠多梦等病症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也表明 酸澡能中含有丰富的 有机酸和胺基酸 以及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有助于调节神积系统 改善睡眠质量 第二 酸澡能含有脸汗生精的功效 适合辅助体虚 致汗 倒汗 以及经商口渴 腌肝等症状 对于殷虚火旺所导致的 倒汗 或者口渴 腌肝 酸澡能也有一定的 滋阴润造的作用 第三 酸澡能含有一定的 降血压作用 这是因为酸澡能中含有 肿肝成分 扩张外肿血管 有助于降低血压 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第四 酸澡能有一定的 镇静的作用 有助于缓解紧张焦虑情绪 对于失眠多梦 易惊醒等睡眠障碍 有一定的辅助效果 同时 酸澡能还能缓解肌肤 精卵 对于肌肉疼痛 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酸澡能它是属于良性的 所以我们要炒一下 炒一下的酸澡能 可以很好地去除它的寒性 好好的酸澡能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20克莲子 莲子是许多人中 爱的中药材之一 除了美味口渴的口感 莲子还被追为滋补养生的佳品 莲子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多种微量元素 比如钙 磷 铁 铅 等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 莲子可以滋润肺部 莲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糖类 莲子能够滋养人体肺部组织 促进肺部细胞的生长和修复 长期使用莲子还可以预防和辅助肺部疾病 比如支气管炎 哮喘等 第二 莲子有补肾壮阳的作用 莲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能够强壮人体肾脏功能 增强男性性功能 有益于改善因肾虚导致的阳尾 爪泻等问题 第三 莲子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莲子富含一种叫做粘心态的物质 具有一定的症状作用 可以缓解失眠焦虑等精神紧张问题 此外 莲子还可以调节神机系统 提高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稳定性 莲子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20克福林 福林是一种中药材 可以被用作养生保健和辅助疾病 它的药用价值和好处多种多样 第一 福林有舒缓心急 安神助眠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很容易造成失眠 焦虑等心理问题 福林含有多种活性成分 可以调节神机系统 平衡身心 第二 福林有力尿去湿的功效 中医认为湿气是导致身体不适 和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福林具有力尿排湿的效果 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湿气 改善湿气引起的腹脏腹肿等不适的症状 第三 福林含有健脾异味的作用 中医认为脾胃功能健康与否 与人体的整体健康密切相关 福林具有健脾异味的功效 可以促进消化吸收 改善食欲不振腹脏等体胃功能 稳乱的问题 第四 福林含有抗菌消炎的功效 它含有一定的抗菌成分 可以有效抑制病原生物的生长 减轻炎症反应 因此在辅助感冒 咽喉炎 泌尿 系统感染等疾病 福林可以作为辅助药物 福林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小节铁棍山药 山药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用植物 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 它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 山药具有质补养生的作用 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比如维生素C 维生素B1 维生素BI 钙铁等 这些营养物质 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促进新陈代谢 调节体内功能 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第二 山药具有补皮抑肺的功效 根据中医理论 山药具有补皮抑气 养肺止咳的作用 山药中含有丰富的粘液蛋白质 能够润肺止咳改善肺部功能 同时山药还能调节肠胃功能 促进消化吸收 缓解脾胃虚弱 引起的不适症状 第三 山药还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研究表明 山药中的粘液多糖和膳食纤维 可以降低血糖水平 对于糖尿病患者 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山药清洗干净 去掉皮 切成薄片 如果不喜欢吃炸的只需要喝这个汤就可以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准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